3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至少维持至明日8日中 天文台表示,受小犬影响,本港离岸普遍吹强风,地间中吹裂风 小犬移动缓慢,环流相当紧密 其官的裂风区与香港仍然维持一段距离 按照线预测路径,小犬明日会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 与犬相关的墙与带会在明日日间逐渐影响珠江 同时小犬的裂风区议会移进该区 本港届时会普遍吹裂风,则是乎小犬与本港的距离 即小犬减弱速度,天文台会考虑是否在明日下午发出 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05-45国际货柜码头4-6-7号 以及中国际、亚洲货柜,上午7时起停止货柜交收 05-22社会服署表示 由于3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已经发出 遇市民不要送子女或家人到提供客余托管服的中心或长者服务中心 市民如有需要送子女、家人到有关中心或服务单位 可先与中心或服单位联络以确定其开放时间 05-05教育局公布 由于 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限证生效 幼稚园、肢体商 儿童学校及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 但上述学 需保持校舍开放 同时实施应变措施 照顾已返 学校的学生 并在安全的情况下 方可安排学生 加 04-50天文台表示 会在今日中午时20至下午20之间 发8号裂风或暴风信号 天文台指出 在过去数时 台风小犬维持其强度 移动速度稍微加快 并 见靠近珠江口一带 相关的雨带一开始影响该 本港风力逐渐增强 按照最新预测 小犬会采取 未靠近本港的路径 在今日稍后于本港以南约100里内 以台风强度掠过 预料裂风会影响香港多地方 本港今明两日会有大咒语 02-00澳门气象局表 今日下午至晚间改发8号风球的可能性提升 中等 澳门气象局称 按目前路径预测 小犬未来 日江移近珠江口 虽然小犬环流细小 但预料其 动路径较预期偏北 并将在澳门以南120公里范围 略过 与其相关的八级风圈有机会影响澳门 因此 因此 日八日下午至晚间改发8号风球可能性提升至等 21-45过去数小时 小犬继续缓慢移动 环流相当紧 其相关的裂风区与香港仍然维持一段距离 3-3强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明日8日中午 天文台会 律是否在明日下午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 20-45天文台指 小犬已减弱为台风 集结在香港之东 约160公里 预料向西缓慢移动 横过广东沿岸海域 16-45文台指 按照现实预测路径 小犬今晚7日及明日8 会在香港以南150公里内掠过 有机会进一步靠近江口一带 在过去一小时 恒兰岛 沙州及青州分 路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51 51及41公里 最高阵分别超过每小时60 61及54公里 小犬的移动较为缓慢 留相当紧密 其相关的裂风区会与香港为11 距离 3号强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明早6时 07-45过去小时 小犬向偏西方向缓慢移动 与其相关的昼 今早7日影响本港 部分地区路得数毫米雨量 同 本港风力正逐渐增强 部分地区吹强风 由于小的环流相当紧密 其裂风区会与香港维持一段离 本港今日普遍受到裂风影响的机会不大 3 强风信号将于 今日大部分时间维持 按照现实 测路径 小犬将于 明日8日日间在香港以南150公里略过 天文台届时会视乎小犬的强度 移动速度 及与其相关裂风区与香港的距离 评估是否需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预料本港明日 星期一有晝雨 雨势有时颇大 在过去一小时 沙 恒兰岛及青州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 为每15、14、48及42公里 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62、58及51公里 05、20社表示 由于3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已经发出 社福利署劝狱市民不要送子女或家人到幼儿中 提供客于托管服务的中心 长者服务中心或包 庇护工厂 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中心及展能中心 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 但您如有需要送子女或家人到中心或服务单位 先与中心或服务单位联络以确定其开放时间 05、05 玉局表示 由于3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限证生 幼儿子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及智障儿童学校金 停课 但上述学校需保持校舍开放 同时实施硬措施 照顾已反抵学校的学生 并在安全的情况 方可安排学生返家 04、40天文台更新台风消息 指零 10分 小犬采取一个较为西南的方向移动 速度 所减慢 限时本港风力正逐渐增强 部分地区吹 风 天文台又指 由于小犬的环流 相当紧密 其列区会与香港维持一段距离 本港近日普遍受到风影响的机会不大 3号强风信号将于今日大 分时间维持 按照现实预测路径 小犬将于明日肩在香港以南150公里内掠过 受小犬及东北季号的共同影响 明日本港风力会进一步增强 部分区尤其南部可能吹裂风 天文台届时会是呼啸的强度 移动速度 以及与其相关裂风区与香港距离 评估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 预料本港明日及星期一有晝雨 雨势有时坡 在过去一小时 沙州、衡兰岛及青州分别录得的 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49、49及42公里 最高阵风分别超 每小时61、57及58公里 02-00澳门气象局改发3号风球 02-00天文 再度将小犬调高为强台风 01、45天文台表示 在过去小时 小犬稍微增强 而环流变得更紧密 随着小逐渐靠近 本港风力正逐渐增强 受小犬及东北 后风共同影响 本港于今日周六稍后至星期日 市会进一步增强 部分地区尤其南部可能吹裂 天文台又指 小犬的裂风区与香港仍有一段距 三号强风信号至少维持至星期六早上八十 天台随后会视乎小犬的强度 移动速度 以及与其 关裂风区与香港的距离 评估是否需要发出更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22-55澳门气象局表示 将于7日 晨二时改发三号风球 在6日晚上11时小犬集结在澳东南偏东约270公里 21-45天文台更新 小犬的裂风区与港仍有一段距离 三号强风信号至少维持致命 80-在过去一小时 大老山路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每小时49公里 最高阵风超过每小时61公里 20-45天文台 受小犬影响 预料本港未来两三日有狂风骤雨 7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 在过去一小时 大山路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47公里 最高阵超过每小时54公里 18-20教育局在网站的家长电子专提醒家长 只虽然本港已入秋 然而风雨季似乎未完结 学生及家长应继续对恶劣天气保持景 一参阅教育局通告 了解预有热带气旋及持续雨时的不同上课安排 做好准备 局方提醒学生家长 当热带气旋或持续大雨影响香港 局方会 据最新的天气资讯及道路 胁迫或交通状况 透以下途径宣布学校的停课安排 17-45天文台表示 小的环流紧密 并继续以台风强度稳定的向西移 珠江口一带 本港普遍地区将逐渐吹墙风 高地中吹裂风 预料受小犬及东北季后风共同影响 港明日7日至星期日8日风势会进一步增强 部分区尤其南部可能吹裂风 3号强风信号至少为至明早40 17-40天文台改发3号强风信号 预料本港均风速每小时41-62公里 16-45天文台预料小犬在未来 两日会靠近珠江口一带 天文台会是呼小犬的度 移动速度 以及与其相关裂风区与香港的剧 评估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14-29管理局宣布 由于天文台将改发3号信号 今西九主办自由爵士音乐节所有户外节目 包括翠公园及艺术公园大草坪户外舞台之音乐表 将会取消 所有户外市集和其他摊位亦不会赢 音乐节于室内举行的节目 包括留白Lifehouse 自由空间和M光亭将如期进行 至于原定在竹翠公园举行 售票节目Jazzcapes 其中的故中山三重奏演出将改为于晚6时30分 在留白Lifehouse举行 观众无需持票观看 13-30香港内 码头宣布 将于今天6日晚上10时起暂停及贵交收 11-08 由事务署宣布今晚上演的幻彩永香将已告取 09-45过去一两小时 小犬略为强 随着小犬继续靠广东东部沿岸 本港风力今日会逐渐增强 天文会在今日下午5时40分改发 3号强风信号 面有涌浪 市民应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火 07-45受小犬影响 预料本港星期日及星期一与室友 颇大 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 04-45受东北 后风及小犬共同影响 今早本港离岸及高地间吹强风 随着小犬继续靠近广东东部沿岸 本港力今日会逐渐增强 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5-80改发3号强风信号 16-45天文台预料小犬会在晚10月5日至明早10月6日于本港保持约400公里或以上 离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 1号借备信号至少维持至明日中午 在下午5时台风小犬集结香港以东约580公里 即在北纬22点1度东京119.8度附近 预料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 横过台湾海峡 11-45在正午12时 强风小犬集结在香港以东约650公里 即在北纬22点0度 东120.5度附近 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 横过台湾海 09-45天文台指 小犬正横过台湾南部 受台湾地形影强度有所减弱 本港方面 受东北季后风及小犬同影响 本港今早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 按照时预测路径 小犬会在今日与本港保持约500公里以上距离 本港今日普遍吹强风机会不大 1号被信号会在今日维持 预料小犬随后移向广东 不沿岸海域受季后风影响逐渐减弱 小犬可能在周末期间靠近珠江口一带 但预计届时其强较低 会否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则是小犬减弱速度和与珠江口的距离 本港周末期有晝雨 雨势有时颇大 吹偏北强风 离岸及高地 利益尤其大 天气较凉 星岛头条APP经已推出 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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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